你发现他自己穿原料 有这么多闪光点 对 就是说一个抑郁症 我能让他重拾信息 我感觉我这个 你还担任这个医生呢 所以我就觉得 我给人家回个帖 看着很简单 其实能救人一命 这不也胜造七级浮屠 是吧 我觉得很值 非常值 浪费我点时间不要紧 对 这些问题呢 还都是跟移民有关的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接到一封信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亮灯姐 我想跟你咨询一下 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呦 这面临离婚了是吗 这个跟移民也关系 也不是很大呀 我说这个你应该去找律师 多面手了 可是他说 他说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我说怎么办 打电话吧 我就把电话给他了 结果他打电话 跟我说 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 他们两口子都是博士毕业生 然后移民过来之后呢 这个小孩刚刚五岁 他呢 留在国内 像很多温哥华人一样 他留在国内做工作 他那个太太呢 在这工作 然后呢 他为了保重那个身份呢 两边来回这么跑 空中飞人 来回飞 可是他呢 太太非常认可加拿大 他就非常的不认可加拿大 先生不喜欢 对 他不认可加拿大呢 他每次来的时候 也找到工作了 可是呢 就觉得 以国内的成功的这种经历 到这来我做这种体力功 就还是心理落差 我这个心态 我就怎么也转不过来 小转不好 对 40多岁 孩子才5岁嘛 他就觉得 不应该在加拿大待 跟他太太呢 他们两个就 一间就不一世 发生分歧了 一间不一世怎么办呢 他就有的时候心情不好 烦躁 他就拿着孩子杀气 拿着孩子杀气呢 孩子上公交车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排队 他就拎着这孩子 就先上车了 他就这个太太说的 你也太粗暴了吧 像你这样对待孩子的话 下次你这样的话 我就报警了 对孩子 对孩子也不公平啊 对 你讲人权 人家都在那排队 你为什么先上去了 他说都在那浪费时间干嘛 他还挺有理 这都是他讲给我听的 然后还有一次呢 他在家里头 他和他太太俩就在吵架 他儿子又过来了 他拎起的儿子 就给扔到沙发床上了 就给扔床上了 他太太这次就没忍住 就打了911就报警了 我天啊 那种矛盾上升了 对 打了911就把他给抓进去 抓走了 抓进去关紧闭 就关紧闭了 然后这个期间呢 他太太有点后悔了 太太后悔了呢 就说儿子开家长会 你能不能来看 放出来之后 不允许一段时间之内 不允许他看家人 不允许他接近 不允许接近 然后呢 他就太太说的 你来参加家长会吧 他不敢去 他说不允许 有那我不能去 那我趴在墙外看吧 他就跑到学校墙外边去看去了 他说这时候就上了两个人 就扑上来 就把我给逮住了 是啊 他说我只能用这个词 扑上来给我逮住了 是跟踪他的警察吗 对 就是跟踪我的 不让我见 我去见了就把我抓回去了 天这么严重 他说我带着孩子 那是从小都是我带大的 现在不让我看孩子 这什么加拿大 什么破加拿大 他说我坚决要回去 我坚决要回去 但是你回去吧 老婆不愿意 他太太说了 你要如我回去 那你就不想在这生活 那我们先把离婚手续办了 你再回去 就准备要离婚了 就离婚了 后来呢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想到了 那我得不能让我的孩子 受加拿大这种教育 我们家世世代代 从竹楼里的山寨走出来的 被山寨里的人都羡慕 世世代代 人家都拿我们家做榜样 两个博士生啊 对 我们博士生 我父亲上一辈都是书香门第 那我的儿子 唯一的儿子不能在加拿大 就这么流浪这么玩 随便自然成长 那不行 那小孩不都是 观念还是改变不过来 不都是打大的吗 不打不成气吗 对吧 所以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我要把这个抚养权 挣到手 所以他咨询我 然后呢 我就也开导他 我认为呢 我是完全应该站在 他态的这个角度上 因为他那种都是 国内的那种思维观念 所以呢 我就说 我说这样吧 关于抚养权的问题呢 我说我会上网去给你问一下 查问一下律师 然后他说 那我等你的信吧 结果没过几天 还没等我给他回信呢 给我写了一封信 亮灯姐姐 我让你失望了 我离开这让我伤心的温哥华了 走回国了 还是不再来了 不再来了 他说我让你笑话了 哎呀 我就觉得这个事我没 我没帮到他 没办好很伤感 没帮到他 但是他呢 我也扭转不了他的想法 对 因为移民 他把家给丢了 是 所以好多移民呢 因为调整不过来 这个心态 家庭出现问题 那么在网上呢 可能我在写文章的时候 也在这个方面 我也认为自己 有这样一个责任感 既要移民 我们是寻找好的 幸福的生活来了 对 要来享受生活来 不要强求 不合适就算了 如果连家都保不住了 那这个移民还是不要 对 我们移民的目的 不还是为了过这个家庭吗 对 让我们的家庭过得更好 条件 环境 各方面 更适合我们 对 还有呢 还有呢 出乎意料之外的 一个网友一直跟着我 看我的帖子 他并不想移民 是因为他的男朋友想移民 他就非常痴情的 关注他的男朋友 然后呢 他就一直在问我 他温哥华情况怎么样啊 天气冷不冷啊 热不热啊 突然有一天 他说我男朋友 登录了之后 两个月没有信 没给我信 让我帮他 他说你帮我在群里查找一下 我就忽然想起来了 他说的这个男朋友 这个cure群这个名呢 我头几天 我经历过 有人给我提问 但是人家是一个三口之家呀 一个男的 今天打阴谋啊 不不不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要破案了 这怎么还 出来案件了呢 太丢结了 你说您是说还是不说 我不敢回他了 我回家认真真地去查那么多的好友 我QQ好友有上千个啊 我去挨个去查 挨个群里去查这个人 我这可不能轻易下结论呢 我不相信 我说真是这样吗 肯定是我记错了 这网友给我写的 写短信的账 太多了哈 最后我经过证实 他一再告诉我 他本名叫什么 网名叫什么 群里名叫什么 完全就是这个人 对上号了 三口指甲 在登陆的时候 跟我打招呼 天呀 这一路上告诉我 亮东姐姐 我们全家都登陆了 有些什么问题 怎么找工作 他都在 他也没想到 还有一个卧底在这边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到现在 这个还是一个悬案 就在我们今天录结婚 昨天晚上 这个痴情的一个女孩 三十岁左右 把他的一个照片发过来了 告诉我 我非常的想他 你不要笑话我 这是我的真实的一个感情 我只能跟你说 在加拿大 我只认识你 他说的那个 你要知道他的消息 一定要告诉我 其实您也挺心痛 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 这时候也挺心痛 说了对他伤害很大 不说呢 说了伤害他 如果要是说这个男友 我还不想 还不能揭破他 如果揭开这个 会破坏一个 另外一个家庭了 但是不道德的是 这个男朋友 反正这个东西 把道德这个底线 没有人好去分清 反正作为您 就比较辛苦一点 比较纠结 比较纠结 所以也有能帮得了的 也有帮不了的 那经历了这么多 您现在最大的感受 是什么呢 最大的感受呢 我在这边呢 现在生活呢 我感觉非常的满意 因为我最初 是为了孩子 才移民过来的 那我们家女儿呢 在这边读了研究生之后 然后毕业 找到一个 他很满意的一个专业工作 他是学金融的嘛 如果在国内的话呢 可能会靠我们父母 找后门 送礼 去给他找这样一份工作 那么在这呢 整个找这个工作 都是他自己努力的 人人之间平等了 非常平等 平能力 然后呢 他工作稳定了 我们的心就更稳定了 有人说呢 50岁以后是为自己活 我们现在呢 每天非常开心 每天打工 虽然说很累 周一到周五嘛 我们干活 我是下午饭 回到家晚上10点半了 但是回到家呢 我就坐在电脑前呢 我就又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每天10点半准时亮灯 准时亮灯 演播室的大门 直接上您敞开 我们还是直播状态 是这样 那看电视剧呢 是看别人的生活 我现在呢 是在直播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追求的一个目标呢 没有别的 就是快乐生活每一天 这一点呢 在网友的注目之下 走过了四年 每天每天 我都很快乐 那么在事情过去之后 有一些 不是说没有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我在努力的克服 有些人呢 他可能是有了信仰了 他说你要祷告 遇到困难 你要祷告要求上帝 每人方式不一样 对 每人的方式不一样 我呢 我是在自己努力 努力直到上帝出手相助的那一刻 那么你看 我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 我女儿找工作也不是很容易 毕业以后10个月没找到工作 我也很纠结 我说了 如果你要想回国的话 我们去给你找人 找认识人 帮你找个工作可以 但是他非常非常喜欢 温哥华的环境 年轻人都很喜欢 年轻人会快一点 年轻人融入非常快 在他的执着的坚持下呢 他后来找的工作 非常的满意 听自己的能力 而且是在 德国的一家 软件公司 世界第三大软件公司 可能年轻人都知道吧 叫国内管的 叫 叫 实际是 他们叫SAP SAP公司 那么他在这公司里 做他本专业的金融工作 这个部门还很重要的 他跟着公司的总裁 每天早上6点起来 就参加国际会议 然后各大区的 澳洲的 什么美洲的 什么欧洲的等等 各大区的经理 开会 那么他要做记录 给老板提供一个销售的信息 所以他工作也非常的喜欢 也很投入 老板也给他加薪 看到您的宝贝女儿 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工作 也能完全适应这边 其实是你们最开始 移民到这边的一个初衷 那么一切现在都很圆满 也很顺利 你也很快乐 家人也很幸福 我们希望这也是 也是很多人想要看到的结果 那么下一步有一个 什么样的打算和目标吗 下一步应该是 就是把生活继续过得更精彩吧 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没有太大的压力 无论是从生活方面 工作方面 现在都已经是顺其自然 很有规律了 每天过的日子很有规律 我很欣赏莫言获奖师 说的一句话 什么是幸福 就是说没有压力的生活 简单的过日子 有规律的过日子 这就是幸福 实际上每个移民过来追求的都是一种幸福生活 但是大家都是在追求 总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享受追求的乐趣 每个人会讲自己的困难 会讲自己遇到的不幸 但每个人很少讲自己 我现在很幸福 中央电视台在问你幸福吗 都会被老百姓认为 什么是幸福 对 这是会认为一种讽刺了 实际上呢 幸福呢 要靠每个人的感受 每个人的感受不同 幸福也就不同 我认为呢 我们家人都健康快乐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这就是一种幸福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每个人呢 其实一生呢 你算一算就两万多天了 像我们这个年龄 大半的时间已经过了 剩下的时间 几千天 这么一说有紧迫感 实际上呢 那么你在考虑什么 其他的人际关系啊 去烦恼啊 去纠结啊 去后悔啊 我觉得那些都是在浪费时间 过好每一天 过好每一天 像您的亮灯雨露一样 对 你要想过好每一天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努力吧 努力 当初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女儿女儿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那我都成都曾经失落我 那么我最后在网上呈现给大家的呢 我说出这些事的时候呢 那都是一种释放的这样一个心情 嗯 面对勇敢去面对 勇敢去面对 那么在很多这个您的粉丝 更关心的问题是您的下一本书 现在筹备的怎么样了 因为第一本书我们知道已经 发行价已经很高了 那么你有没有打算再准备下一本书 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 这个第一本书呢 我也是无意当中 那个上网搜索嘛 你看国内大概有20多家网站都在销售 因为它有一种这个现实的这种指导意义 其实我写的并不是那么什么华丽的词早啊 什么那么优美的词句啊都没有啊 平淡而真实 对几乎就是平铺直序 但是呢对想了解加拿大的人 或者是说人在加拿大 那么你家属在国内想了解你加拿大的亲属 非常的有用 这样一拳十十拳百 我国内的同学 他们聚会的时候都说了 哎我跟他们说我的朋友在加拿大 人家比我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加拿大有个亮灯 所以呢 那么我写的这些东西呢 大家有用 我就继续往下写 从上一本书出版了之后呢 到现在又写了大概能有十几万字了吧 嗯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 只要这个达到一本书的 这个故事凑够了 哎如果够了 那么我们就再说第二 我们就像粉丝追那个唱片明星专辑一样 在追什么时候第二张专辑呀 你什么时候第二本书 跟大家介绍 顺其自然 另外呢我还想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更关注一下其他人的这个移民故事 因为在我搞这个文化义工这个过程当中呢 接触了很多移民 可以说吧每个移民身上都有闪光点 当初经过这些困难可能是大同小异 不太一样 可能找的工作也不一样 也有自谋职业的自己做小生意的什么样的都有 但是呢呃这个这个过程每个人都是一部精彩的故事 也有人愿意讲给我听 因为我写了这本书嘛有人说的哎有时间把我的故事能不能给我写一写 提供点素材 就像那个山楂树一样那不都是由第三者给写出来的吗 一开始我还想我说我没有这个时间 后来呢讲的人多了 然后我随便讲给别人听 别人就说 呀这故事很精彩呀 积累的就多了 接触的也多了 所以我也萌生一个这样的想法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这个故事呃凑的多了 我会写一本移民故事 嗯 那么就是说我身边的这些人 他们的精彩的移民故事 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您的想法正巧合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是有一个碰撞 也就是讲像您 还有好多这种呃移民的 移民的朋友来到加拿大这个海外心酸的和这个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个故事 跟我们的主题恰巧是吻合的 那么我们跟您一样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呃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通过我们的平台 或者您的平台把故事介绍给大家 那在节目的最后啊 亮灯姐姐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对一直支持您的这些粉丝呢 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好啊 我想呢 无论在哪里生活 无论是否移民 只要你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我相信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其实生活当中呢 都会面临困难 困难并不可怕 只要你去积极地找解决办法 总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反正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不是祷告 但是呢 一旦有了好的结果 我相信那一定是上人 上帝派人在帮助我 其实我的移民生活呢 很普通 啊 经历呢 也很简单 但是我始终 呃 是抱有这样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态 如果大家向我学呢 就学我的积极心态吧 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快乐生活 每一天 好 那也非常感谢亮灯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为我们的移民朋友照亮新生活之路 并用自己的时间 做爱心 做公益 宣传家国的多元文化 也感谢亮灯 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你的故事 预祝您的新书 早日出版 与大家见面 也让更多的朋友通过读懂您的故事 更好的走进加拿大 好 感谢您收看华人故事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